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来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陆下养生 要抓紧蓝三鲜 都是哪三鲜呢 首先是第三鲜 包括蚕豆 蒜苔和黄瓜 蚕豆有易气劲脾 力湿消肿等功效 特别适合暑热和湿气重的夏季使用 蒜苔中含有大蒜素 大蒜辛素 可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 莲球菌 和粒脊杆菌等细菌的生长繁殖 吃黄瓜可以很好的补充体验 常吃有助于预防肾结石 另外还有树三鲜 樱桃是夏季最早上市的水果之一 其含铁量很高 而且富含花青素 有助于保护势力 提高免疫力 枇杷富含人体需要的多种维生素 和钙 银 铁 铁 钾 多种炮物质 枇杷还含许多生物活性物质 常吃可以增强免疫力 性里面还富含的非塔胡萝卜素 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 还能保护势力 最后还有水三鲜 黄鱼 和虾 食鱼 目前黄鱼等临近产卵期的鱼 是夏季的首选 黄鱼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胆固醇 维生素B2 以及多种矿物质 和虾口感细嫩 容易消化吸收 尤其适合老人和儿童使用 小河虾外壳薄且转 带皮吃补钙效果非常好 食鱼 食鱼富含蛋白质且易于消化吸收 是肝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良好蛋白质来源 前段时间人造肉是大火了一把 现在人造奶也要来了 接着全球经济研究网站 missi talk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科学家认为人造奶比起普通牛奶 更环保更健康 我们并不需要奶牛 消息出发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 关于人造奶的新闻也登上了微博热搜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造奶呢 人造奶 简单来说 就是在实验室中利用各种化学和生物方法进行调配 研发出来的与普通牛奶口味相同 但所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更高的奶 在研发人造奶的过程中 科学家会把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按比例对应相应的化学物质根据需要进行调试 并利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等高科技手段 生产出普通牛奶中的所含的营养成分 从而生产出口味相同 营养价值更高的牛奶产品 但是人造奶也不是完美不缺的 比如人造奶非常的烧钱 除了在味道营养和卫生程度上 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外 还取决于人们的接受程度 以及成本控制情况 当然 要是人造奶营养健康丰富 能满足人们对于食物的需求 相信还是会得到很多人喜爱的 浩阳 你看这人造奶的好处这么多 你会不会有所期待呢 那肯定非常的期待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人造奶是那些不法分子弄出来糊弄人的 没想到对我们大家是这么的有好处啊 那我们现在换个话题啊 这个浩阳你现在的血糖怎么样啊 我那是 我这年轻气壮的你就有血糖怎么样 那肯定没问题啊 诶 你可别大意 现在新闻说呀 年轻人得糖尿病的是越来越多了 不应该吧 这年轻人的糖代谢功能应该是非常好的 你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好不好 你可别不信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26岁的年轻人的事儿 老百姓呢就以为所有的苦的东西是可以降糖的 实际上苦的东西我们中医说或者传说有点轻胃火的作用 即便我们苦瓜里边或者是苦丁里边或者是黄莲里边 有些成分可能有一定的对胰岛素的作用或对血糖有一点点的作用 但是真正喝这些针都达不到真正的降糖效果的剂量 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说我们现在葡萄籽里边还有一种东西 白梨芦醇这个东西呢是肯定有抗氧化作用保护血管的 可是它得吃了一定的量 得用很多很多的葡萄的籽里边榨出来才够 我们这样大量的喝这些汁得不到治疗剂量的时候 但糖的成分会升高血糖的 所以我们喝这些汁本身起不了治疗作用 起不了保健作用 但它其他的副作用和我们不需要的作用会生起来的 所以您说比如说汁什么麦苗汁蒲公英汁 番石溜水苦瓜汁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那茶呢 什么苦丁茶 茶也是 还有黄莲水那是药啊 对 蒲公英汁是不是也是那一味药啊 其实黄莲水吧 里边的黄莲素是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 但大家知道要吃了多大量才能降糖呢 我们普通的黄莲素的药片 嗯 我们得一次吃五片 一天吃三次 十五片才有轻度的降低血糖的作用 那那样会便秘的吧 对 那样会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研究 黄莲的降糖效能在哪里 但是我们并不用它作为降糖药 明白了 那蒲公英呢 蒲公英也是一样 还有那个苦瓜之 有的那种不良的那种厂商 这些人嘛 他就利用大家对苦瓜的信任 做成苦瓜含片 嗯 你想含两个苦瓜含片就能降血糖 哪可能啊 他真正的降血糖一定是 利用这一个名字加了传统的降糖药 哦 有的时候我跟病人说 你要吃两片苦瓜含片就能降糖 你嚼三根苦瓜好了 出现了乳房的这个肿块 他通过喝凉茶 后来觉得自己肿块小了一些 那么也有可能是凉茶起了一定的作用 因为这个乳腺的肿块也有可能是炎症导致的 那么如果通过清热消毒 清热降火等等这些功能 可以让这个乳腺的肿块稍微变小一点 但实际上呢 我想这个情况很可能也是一种主观的感觉 因为他刚开始觉得有肿块 然后喝完凉茶之后觉得小了 要仔细去摸才能找得到 呃 我想这个乳腺的肿块在一公分两公分这个范围的时候 呃 原则上病人主观的感觉不是特别准确 他有可能喝完凉茶之后 呃 觉得自己的肿块会小一点 呃 所以这个呢 可能不能作为一个判断的最根本的标准 凉茶跟这肿块的关系 其实在中医上来讲 我就是理解可以调理 但在西医上还是呃 没有这种说法 呃 那么这个肿块大小会变化呢 这是在 可能在肿块比较小的时候 一个是主观的感觉 一个乳腺本身的肿块 跟着月经周期啊 就是也会有变化 一提到说 这乳房上面有一些肿块 很多女性朋友就会特别的紧张啊 这个肿块 在自己检查的时候 通过我们的手去感受的话 这个软硬度上面 对于它的良性还是恶性 它是肿了 还是长东西了 我们能辨别的出来吗 呃 呃 那在早期 这个肿块比较小 我们有的时候呃 呃 称为小节节 就是呃 呃 这个时候呢 可能这个呃 呃 从手感的摸的时候的感觉上来讲 差别是不太大的 那么 当然到了呃 呃 肿瘤肿块慢慢长大 那么还是会有些区别 那么像癌症 如果长大了以后 是肿瘤的话 会比较硬 相对来讲 活动度不太好 走界线比较不太清楚 那么像如果是乳腺的真身 那可能这些 呃 就是这个呃 一个是发挥比较广 一个相对比较软 还有一些囊性的感觉 那么在临床上 我们常常来判断 怎么样叫软 怎么叫韧 怎么叫韧 那有的时候呃 呃 我们常就是摸摸自己嘴唇 这叫做软 摸摸鼻尖 叫做韧 那么再摸摸额头就是韧 使这种感觉来判断 那么究竟乳房的自我检测 要怎么做才够准确有效呢 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示范一下 一个要先看这个是不是对称 两侧呃 呃 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大小不一样啊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看看呃 呃 呃 这个乳头是不是在一条线上 再一个就看看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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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是从外观上来 那么最重要的出诊 出诊的一个目的是呃 呃 我们按照一定的顺序来讲 是不要遗漏任何一个部位 再一个就手法一定要 因为呃 这个结构来讲是齿房 跟一个线体组织 那么如果说呃 呃 我们用捏的手法去捏的话 可能都会觉得有一个一个小结结 嗯 所以乳线出诊呢 要一定要手指要平 要平压按压下去啊 啊 这样呢如果说出现呃 呃 呃 指地不均匀 那你就可以通过指腹来感感受到 所以如果说两个子地不太匀 那就可能会有些结结状的改变 那么一般的插体呢 我们就是呃 从外上这个向线呃 呃 转一圈都整个乳线摸过来以后 最后摸乳头 最后呢还是腋下这一部分 呃 呃 那么这个有副乳 因为这一部分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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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关键一点就是不要用手指去去捏 啊 那么 掐它是没有用的 掐掐是摸不准的摸出来 然后手掌要平按压 平按压下去啊 啊 这个呃 再一个就是把整个乳线都都要摸遍 那么就是按到一般的到这个 顺时针方向按一圈 最后按那个乳头的方向 那么再一个就是呃 下在腹乳的方向 这里是由虫草双生酒独家冠名播出的 广东第一健康资讯全媒体杂志 京市健康家 我们每天啊都在这儿为您带来 最有趣也最有价值的健康资讯 您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千万别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学习 特别简单又特别实用的 养生食物的做法 一起进入明医私房菜 明医私房菜吃出健康吃出美丽 大家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小龟 今天我们请过来这位嘉宾是来自广 广州第一人民医院 母脑外科的卢恒聪医生有请 卢恒聪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学博士 擅长颅底肿瘤 脑出血微疮治疗 脊髓肿瘤等 职业信条 人心人数方便为怀 那今天以你的专业带给我们观众的是一位什么样的菜 因为就是说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热 可能大家的这个心情也比较烦 好烦躁啊 在躺床上的时候像火烧是吧 铺个凉席的话铁板烧 那出门的话就变成什么就回锅肉了 所以两个不熟悉的人来到广州 一下就熟了吗 一下就熟了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这个 苦瓜 外科医生来说你是挺幽默的 苦瓜瘦肉汤 苦瓜瘦肉汤 OK能够去去火 卢恒聪医生的苦瓜肉片汤 野生小苦瓜150克 猪瘦肉60克 姜片大蒜和食用盐适量 还有 有一个神秘的食材是吧 对对对对哪一个 这个神秘食材 这个 这个这个太普通的神秘食材了吧 这个是我们广东人很喜欢 就是煮汤的时候 对对煲汤一定会像红萝卜吗 然后那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他就是一个清热解毒 饱干护木的一个做法 啊 去去火对对对对是吧 嗯 那个 苦瓜瘦肉汤 OK 怎么做法呢 不是说老火汤 其实飘鸣膏对我们身体不太好 所以我们就滚汤嘛 哦 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不是我 啊啊啊 老火汤你都 你都啊 最適合你的啊 滚汤 OK 平安在家做饭吗 啊 做饭呢 平常在家 你 你不到医学博士咯 又平常这么多手术工作这么忙 你哪有什么时间做饭呢 我们有时候中午吃不到饭 那只能确保晚上吃好一点点 哦 现在要盖了锅子以后把水倒进去 然后这个这个真的好简单哦 真的 是很简单 那就是平常我们就是说下班没什么时间了 也可以做这个汤 就达到一个 我真的好快啊 你基本上家里面就用个锅做个方便便也差不多 对应该就十分钟差不多 哦那真的很方便 而且清个菜可能就一分钟吗 对对对对对 那你一分钟 是吧 比较清淡一点 其实比较养生 其实这些墨的话是什么东西就血水吗 血水啊 对啊 那是不好看的 就是影响这个汤的样子 但喝了也没关系的吧 从那个营养 可能这个肥 就是油可能会多一点 哦 是这个关系 最后放点盐 真的盐不要吃太多是吧 盐不要吃太多 糖也不要太多 哎对这个直接就是 会血压的那个身高会有一定的影响 好这个凉瓜胡萝卜瘦的汤已经搞定 啊果然啊 卢医生那个双手啊 除了那个做手术快 然后做那个汤也很快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美丽厨娘冰冰 来帮我们烧开啊 哎这个好 来试一下 先 但其实已经有味道了 对啊 所以我当时 一般广东人啊 一听滚汤的话 还是心里边有点小疙瘩 真的喝惯老火汤 但其实味道是有的 好 这个汤呃 又省事 那营养价值又高 又适合现在广东的那个炎热的天气 是吧 那冰冰 就回家要今天晚上要马上要做了 要不然就不用做了 好啊 打包 打包 OK这一次呢 真的是谢谢卢医生 啊 专业不但了得 然后包汤还有一手 就白两天 还会聊天啊 还会聊天啊 就那个风头全让你抢了 没有 留口饭给我吃一下 OK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 OK 拜拜 卢恒聪医生的苦瓜肉片汤 准备野生小苦瓜150克 猪瘦肉60克 姜片胡萝卜丝 大蒜和食用盐适量 起锅烧油 下入姜片 姜片爆香 然后下入瘦肉翻炒 肉变色以后加入水 等水烧开啊 撇去浮沫 加入小苦瓜和胡萝卜丝 出锅前加一点盐 这道非常适合炎热夏季的苦瓜肉片汤 就出锅了 谢谢大家